虽然如今直播带货领域已是一片红海 但依然有很多明星接连下海 日前 这领域就迎来了两位大家熟悉的女神 分别是麦佳琪和已经退圈多年的郭可颖 难道郭可颖也抵不住金钱诱惑付出捞金了吗 其实不是 这是麦佳琪联合某位男网红一起搞的专程 声势浩大 张照辉和郭可颖都提前录视频为他打扣 郭可颖还亲自来到上海的直播现场 为麦佳琪助阵 两人一见面就是一个深深的拥抱 接着一起轻唱了一首至少还有你 郭可颖只是露脸一下就离开了 在带货环节 麦佳琪的表现很令人失望 他全程比较木讷 有点无所适从 多数是男主播在说 他只是负责负贺 这明明是他的专场 看起来他更像嘉宾 比较意外的是 麦佳琪唱歌水平真的不错 直播开始前 他轻唱了一首粤语经典歌 谦谦阙阙歌 中气十足 气息平稳 音准到位 跟连普通K歌水平都达不到的 郭可颖比起来 堪称天籁 虽然两位都是大家熟悉的女神 但在同一美颜镜头下 状态差别还是很大的 48岁的麦佳琪 看起来依然美艳 风采不减当年 53岁的郭可颖 看起来太瘦了 苹果肌很突出 眼窝深陷 而且他表情很僵硬 医美后遗症明显 虽然说郭可颖年长4岁 但他在女明星中不算保养得好 远不如麦佳琪 两人的衣品都不太行 麦佳琪看起来艳俗 郭可颖土味十足 论身材 两人截然不同 郭可颖身材很苗条 加上长得高一些 看起来过分销售 从远处看他的脸 有种瘦骨临循的感觉 麦佳琪比较丰满 偏矮 比较考验发型和衣品 郭可颖已经退圈超过十年 而且很少跑伤眼 所以这次肯出来直播首秀 显然是出于友情 郭可颖和麦佳琪 都是1993年的港姐 且最后都没有进入前三甲 这一届港姐之间的友情 一直保持得不错 不久前还搞了个大聚会 郭可颖和麦佳琪非常要好 两人有很多交集 早在1994年 两人就跟陈妙英一起主演了TVB的都市剧 Catwalk俏家人 男主角分别是陶大宇和林宝怡 郭可颖退圈后 很少公开出席活动 但他出动时 往往麦佳琪也在场 比如2017年9月 两人一起为成都一家电商公司剪彩 今年2月份 两人都到佛山出席一家餐厅的开业典礼 同场的还有肖正男夫妇 李耀祥夫妇 林文龙 黄衣衫 刘希明 两人虽然在娱乐圈的起点 差不多而且是好友 但境遇其实截然不同 郭可颖一出生就是千金小姐 老爸郭达昌 曾是赫赫有名的塑胶大王 身家上百亿 郭可颖一出道就受TVB力捧 在多部热播剧里当女一号 2011年 父亲去世 他选择西影继承家业 成了亿万富婆 郭可颖在生活上挥金如土 名牌鞋包 珠宝多部胜数 跟林文龙的婚姻一直很稳定 夫妻俩都有很多时间陪女儿 家庭美满幸福 麦佳琪出道后 很快就往电影圈发展 因为身材出众 出演了多部限制级电影 虽然也曾小有名气 但后来也渐渐过气了 这几年已经没什么戏拍 麦佳琪2006年底 嫁给了一位律师 先后生下二子一女 为了照顾家庭 曾退隐好几年 麦佳琪付出拍戏后 事业迟迟不见有起色 这几年 她开始到内地发展 跟老公 子女巨少离多 麦佳琪在内地 主要是靠走学赚钱 她频繁出现在各地的酒吧 商场 酒店 唱得不比很多所谓的专业歌手差 据悉 她每场商演报价是五万左右 虽是垫底水平 但还是挺可观的 所以麦佳琪跟郭可盈的禁欲 真的是天差地别 这也是没办法的 毕竟郭可盈一出生就是赢家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 我们下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